位于成都龙泉邑的百合镇,是中士族人的聚居地。 清明节是中士家族祭祀祖林供奉造神的日子。 这一天,族人们陆陆续续来到中加大瓦房的院霸里。 中加大瓦房是建于两百多年前的清雍正年间。 尽管有些年久失修。 中加大瓦房是建于磁地区人建造的。 参加的努力云所建设计计划了。 您和木杨一家装物類的登品。 您能称靠的计划吗? 您和建设计划转到对付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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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就去这东西 从前将强调的一举肉 凡是在以前处理的 石川在坟墓 重庆财富 翻开的第一个财 回国肉 我讲个故事吧 在02年的时候 我们花西都市报 举办了一个全川投票 选川菜的第一菜 结果投票结果90% 回国肉 在2010年左右 到美国世界之位 美食节参加表演 三个著名的川菜大师 然后还有一个 不是厨师出身的大师 当时那个英国的美食作者 来调查 他就同样一个问题 问他们这四个人 你们都是大师级了 你们能够自炒 很多很多的美味 受到广泛的点赞 但是你们自己 平常最喜欢的是什么菜 四个人都打一个回国肉 我会有什么菜 这两个人都打一个 遵用这些人 在这里 我们最喜欢的 他们就用了 一种地区 我们要吃 我们好 到达一家 来 我们来 喝 也是后腿 后腿第二道肉 那个是最好的 就是说它肥瘦肩打 在切的时候 也只有这个二刀肉 它能够把瘦肉和肥肉 跟它连在一起 很多肉 肥肉和瘦肉切的时候 它会把它分开 所以这个部位 它是特别特殊的一个部位 而且肥瘦肩打 它吃起来过后 它也显得肥而不利 这种东西 二刀肉质紧密 组织略粗 但口感细腻 瘦肉任而不柴 肥肉糯且异香 又不至于太油腻 但一头猪顶多割出 六公斤左右的二刀肉 于是人们就用肉质近似的 饱类肉与五花肉代替 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缺口巨大的需求 不过到今天 随着人们食肉需求的大量增长 和与之相应的 现代化肉猪集约饲养方式的普及 许多吃客都在抱怨 现在猪肉的香味 已大不如从前了 以前我们肉围的猪 一点以上 猪的皮质很香 很弱 现在因为它围的猪的时间比较短了 而且它肉的香味 围的食料不一样 肉的香味都缺乏了 去采菜 去找菜市场 我都会去找那种 那种猪呢就是 它一定是十个月以外出来的 快养的猪和慢养的猪 或者不同品种的猪 在肉质上究竟有何区别呢 重庆市荣昌区 出产一种全国著名的地方两种猪 被命名为荣昌猪 1985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品种 好吃的猪肉究竟好在哪里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的学者 给出了答案 我们说猪肉好吃的话 实际上是人的一个感觉 从中国人来说讲口味 因为相对是哪个地方 来自于脂肪酸 来自于泉类 来自于一些其他的一些氨基酸 云藏猪的它的好吃在哪个地方 主要是它的高必需氨基酸 高成分氨基酸 和高鸡的脂肪 它的云藏猪的春中猪 它的鸡的脂肪达到四年级 它的鸡的脂肪含量的话 它能达到二年级三左右 对比外种猪的话 外种猪的它的鸡的脂肪达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 所以我们的鸡内脂肪含量 十大几百 鸡内脂肪的外观呈现 被称为大理石纹 鸡内脂肪含量高 大理石纹就比较明显 在川鱼民间 也有一种衡量猪肉肉质的标准 那就是在炒制回锅肉时 能否炒出传说中 回锅肉的著名标志 灯斩窝 对不明旧里的人来说 回锅肉的灯斩窝具有神秘色彩 其实它只是对回锅肉成菜形态的一种形容 掌握好火后 炒制肉片土油打卷 肉片周边受热 就会翘起 使中间部分小 壮弱就是人家使用的灯斩 就是灯斩窝了 起了灯斩窝的回锅肉 外形诱人 小口相诺 被食客 视为正宗 从程序上说 当灯斩窝被熬出来之后 大厨们会立即用锅铲 把肉片 护到离旺火更远的锅边 开始放一种 令回锅肉之所以成为回锅肉的佐料 皮线豆瓣 这正是一份上好的回锅肉的又一个公开的秘密 不仅仅是回锅肉 在今天 皮线豆瓣已经成为了现代川菜的灵魂 所以原来有句话 皮线豆瓣是传释的灵魂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了多了 但是皮线豆瓣还是很重要 因为皮线豆瓣你把它多洗了过过 锅头放点油 在设施120度的时候 你把豆瓣放下去 小火炒 炒到后头那个豆瓣 有香 有色又红 而且那个酱香味在 酱香味在都是一种发了效的 蛋结酸 皮线豆瓣的发明者 是一个叫陈守信的客家人 清咸丰三年 陈守信在皮线城南 开了一家名为 一丰盒的豆瓣作坊 他率先在制作豆瓣时 加入新鲜辣椒 极大的丰富了传统豆瓣的口味 被称为现代皮线豆瓣的鼻祖 之后 陈守信的孙子 陈文奎的 邵峰和匠园 开业 扩大了皮线豆瓣的产量和影响 皮线豆瓣 逐渐名声大噪 成为家家户户 必备的调料 现在 皮线豆瓣已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科技的进步 豆瓣制作技术也在不断改进 机械化生产的优势也愈加突出 但陈守信后裔 皮线豆瓣第六代传人陈树成 却始终坚持 他的皮线豆瓣 只能采用其组被传承下来的 无法制作技艺 最关键的一点 放在路 在离不掉的 这个也算十二个字 青天塞 雨是盖 白天翻一碗路 这十二字针 这是我们组组被传下来 我们一直针去这个 你看我们这个 晚上一般都不看 都有流云的指板 看天不好了 把这一切看 使用古物法发酵的皮线豆瓣 采天地灵犀 日月精华 让天然古物的形态变化 味道转换 加入大自然最生动的气息 这种独特的香气 是不可复制的 传菜中的每一个经典菜品 几乎都会被民间演绎出近乎极致的范本 回锅肉也不例外 成都以北四十多公里的广汉连山镇 是老涛们魂牵梦吟的 连山回锅肉的发源地 连山回锅肉 最初被称为大刀回锅肉 可想而知 其外形特点就是一个大字 形如大刀 1986年 我们爸就在这儿炒 我们爸是1964年 当时我爸是23岁 然后就在这儿 国家不是交流会炒 炒回锅肉 然后炒得好 国家的时候越来越出名 越来越出名 这些饮食单位是在我们列塞公小社 我们那时候就在这里 一直在上班 我们爸是个经理 然后就回锅肉 慢慢慢慢发表 随着回锅肉的出名 戴木尔创办了自家的餐馆 使连山回锅肉 成为一个远近皆知的著名菜品 连山回锅肉的主料 选用肉质细嫩 半肥半瘦 皮薄香糯的当地土猪 配料除了香蒜苗 青椒 皮线豆瓣等等之外 还加入了香脆爽口的炸锅馈 这也来源于戴木尔的家传 我们爷爷就是打锅馈 然后都和我们爷爷戴锅馈 戴锅馈 不是去钓鱼 就拿了一个冰子 拿了这么大的锅馈去 然后他想的是那么小一片 一片回锅肉 根本就给不到口 所以说他就说 把回锅肉给锅馈里面 炸一片回锅肉 而且钓鱼 能够大口吃肉的梦想 加上家传记忆 和对生活的期待 戴木尔创办出了 大刀回锅肉 现在戴木尔餐馆 掌勺的 是戴木尔的女儿 戴东梅 她从六岁开始 跟着父亲学潮回锅肉 我爸当时教我的时候 都是绝对封闭性的 外人都是看不到的 门都是全部配偶的 在四川宜兵 李庄古镇 有一道著名的凉拌白肉 被称为 李庄白肉 凉拌白肉 是回锅肉的半生品 将猪肉煮熟晾凉 切片后 拌以作料 就是 凉拌白肉 李庄白肉 全名为 李庄刀口蒜泥白肉 是李庄的传统美食 抗战时期 大批文人学者 会计李庄 李庄白肉 经他们的宣传 得以扬名 因其肉片 薄而长 且用一只筷子过时 最初被文人们 戏称为 骨脚肉 要让好吃嘴们 一而再 再而三地 请来吃这样一份 蒜泥白肉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 雪料 火候佐料的 讲究之外 李庄白肉 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是刀工 在李庄街头 常常能见到 售卖白肉的小店 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泥白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川老盐菜讲究久烟久晒 就是既要将菜头多次放进缸里腌制 又要多次挂上竹竿晾晒 再放到缸里密封发酵保存 三个月后老盐菜就可以食用了 当地人认为老盐菜越醇越香 周末王阳专门带上一些老盐菜 回到了城里的家中 王阳的妈妈要为女儿做一道老盐菜回锅肉 这是回锅肉系列中的经典之一 自己的劳动成果 加上妈妈的记忆和满满的情感 这一道老盐菜回锅肉 无疑是王阳心目中最美的美味 来 回来吃饭 北京各种美食的汇聚之地 重庆人二毛在这里生活工作已经有20年了 二毛是著名的诗人作家 他写过一本书叫《妈妈的柴火灶》 作为知名的美食作家 二毛做过大型纪录片的美食顾问 同时他也是一个烹饪高手 身兼北京一家川菜馆的主厨 被称为诗人大厨 拥有众多的粉丝 但是二毛心中最为想念的 是他妈妈新手做的回锅肉 因为我母亲她应该是一个民间的厨艺高手 做回锅肉她有特别的一个方法 今天我做的回锅肉 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 我那个回锅肉你看我就放了三种酒 没了任何一个厨师他就放三种酒 而且我也在不同的时间去放 除了说我说那个烹饪的手段 就是在炒加毒这个方面 也要呈现它最好的一个吃口 它就一定要有一碗白米饭配上 它就是一定在口腔里面 就是回锅肉和白米饭它要混在里面 聚焦和充满口腔的这个味道 它才使那个回锅肉呢 达到达到它最高的那个口感 这种回锅肉是二毛复原的妈妈的做法 是她永远的电影 一个人无论离家有多远 有多久 她的心却始终跟随着她的脚步 童年的味觉也始终伴随着她 就像这道妈妈的回锅肉 简直无话 却有着魂牵梦 变脸是川剧的一门绝火 其原理和手法是行业里共同保守的秘密 号称百菜百味的百变川菜 其中也深藏着许多鲜微人知的秘密 回锅肉的秘密直接而明朗 而川菜中另一道著名的经典菜品 鱼香肉丝却因其名而让众多的美食爱好者 卷入了长期的纷争之中 鱼香肉丝 难道肉丝里真的有一条鱼吗 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 无论是有鱼还是无鱼 自古以来 巴蜀人就喜好在味道上做文章 有花园规则是一本老的历史典籍 其中有一篇叫书字 它其中有一段话 我们把它这一段话归纳起来 就是那个叫书人 上心相好之位 就两千多年前 它的卫性 它的风格 就定下调子了 博彩民间各位 注重新鲜顺动 山庸麻辣做成 就连铁店我们都在味上做脑筋 首先说的一才一才一才 北才卫为 我们说了说 我们川财真正能够的权贵 能够立足的话 能够影响能够大的话 我们全部是在味上做文章 讲口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照这种说法 鱼香只是一种味形 其中并没有鱼 没有鱼的鱼香味 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鱼香味出现的年代 并不算早 电缆与川菜相关的文字记载 即便是在出版于 1909年收入了1328种川味菜肴的成都通烂中 都没有一款鱼香味的菜肴 也就是说 鱼香味的命名是1909年之后才出现的 然而 在四川民间 很早以前就存在着鱼香味的烹饪方法 因此 也有一种说法 鱼香味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 无意间创造出来的 就是老百姓 民间的家里面煮鱼 我们煮鱼叫有很多调味料进去 料要泡辣椒 要豆瓣 要姜葱蒜 这样的东西 甚至要给点糖 给点醋 就这样的调味料 把鱼吃完了 那么多汁子 调料剩到后面 老百姓哪舍得丢呢 又用这个汤水 它的味道就很高 这个肉丝 切切 那么也用这个调料 加进去 喝起喝起 吃得有鱼的味道 鱼是慢慢慢慢的 大家就习惯了 内江市威远县 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 从威远人的日常生活习俗中 我们或许能看出鱼香味起源的端倪 罗俊华是威远县餐饮商会会长 有二十多年的餐饮从业经历 现在罗俊华要做一道甲鱼海椒 所谓甲鱼海椒 顾名思义 就是没有鱼的海椒 是哪里的海椒 能赞得重来迷аются 这里能赞得重来 ness 感谢观看 鱼香味的来历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有鱼 在今天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离开了泡菜中的泡海椒 就做不成鱼香味 鱼香味 感谢观看 这一系列的味道 一定是泡鸡鱼的泡菜汤汁里面 泡出来泡辣椒 才是地道的 我在收藏旧的那些菜谱 真正的鱼香味 确实是泡鸡鱼泡出来泡辣椒 才能有那个味道 就把给予的鲜 赋予到泡胶上 这个古法已经是 基本上就四川了 比如说在上个世纪的 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好多都还有这种泡法 向东是四川省治 川菜汁的副总编辑 几年前 他在撰写川菜汁的时候 经多方调查 终于找到了泡鱼海椒 一个大坛子里边 这么高一个坛子 放五十斤辣椒 放三条鲫鱼 鲫鱼就放在辣椒上面 就盖着这一只鱼辣椒 整个鱼的味道 全部渗透到辣椒里边去了 新凡 新凡位于成都市新都区 其特产新凡泡菜 是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新凡泡菜逐渐产业化 成为四川泡菜的重要产地 这家泡菜加工厂 一直在用古老的方法 制作泡鱼海椒 我们这个是原系的 原来的这个做法 这必须有我们四川的 二斤条辣椒 必须要用鲫鱼 主要是取它这种 推出的一个味道 就是经过泡制过后 经过发酵 鱼的这个味 给那个辣椒的一个 充分的拥护 加上我们的香料各个方面 无论是甲鱼海椒 还是泡鱼海椒 似乎都离不开泡海椒 这个最重要的元素 泡海椒有很多讲究 远非在盐水里 加入海椒那么简单 重庆五龙的江口镇 坐落于芙蓉江与乌江的会合处 乌江鱼是这里最著名的美食 要做好乌江鱼 就必须要有上好的泡菜 尤其是泡海椒 年于七旬的湖山河 经营着一家鱼庄 为了做好泡海椒 湖山河摸索了二十多年 八六年 开的这个江口镇关子 你看这个二零一六年 三十年 三十年的 我那个泡椒 要把它泡好的话 还是二十年过后 才说前二十年都没煮好 前二十年它都出了很多毛病 我们这个配方已经是经过 多次几次次的修改规手 直到二零一五年 我这个泡椒这个过程 才定高 湖山河食用自制泡菜烹饪的 乌江鱼 闻名重庆 乃至四川 贵州 远近吃客 闻香奔吃 成为镇上一景 这个泡椒的话 是家千家万福各个都有 千家万福有能够泡好 那种很少很少 那个很讲究的 第一个选泡菜炭 那个泡菜炭要选 要达到一千三百度少的泡菜炭 它那个质量它才好 好 第二个就是选料 选料我们的泡料 主要就是以板高山回高山 你土海椒 那个老平土海椒为主 湖山河选用的是贵州山区的一种土海椒 江口与贵州雾川县的浊水镇接壤 每到九月 湖山河都会去浊水收海椒 川鱼人做泡菜 一般流行使用的海椒 首当其冲的是阿尔金条 然后是紫蛋椒或小米辣 但在湖山河多年的个人实践中 它发现这几种海椒 都达不到它的要求 而在离江口不远处的高山或半高山 则出产一种产量极低的老品种海椒 连名字都没有 却色红 肉厚 紫少 辣度与甜度适中 入坛后不吸皮 香气饱满 相比亩产一千二百多公斤的阿尔金条 这种海椒母产才三四百公斤 与二斤条必须在丽丘前采摘不同 这种海椒只有高山或半高山的 才能在丽丘之后油滤转红 而丽丘前就早已变红的海椒 由于成熟度不够 入坛后 一吸皮 既自身不饱 又坏潭水 完全不能食用 丽丽的酒 要不要 Joe 他是今天 已经承转了十多种 知福香料 经过梁霞三秋 来不煽车出来成熟 随着气温的高低 它长所在三十次以上 那两三年 它气温高了 它都长起来了 它眼水往往往往往 它气温低了 它又摄下去了眼水干不到 所以随时要保证这个眼水 把那个海角眼过 那管理人员都是相当紧细 什么时候成熟呢 两年过后 它的随着气温 不管你好高好低 它不长不熟 它问题了 它就跑来了 它就跑过来 它就跑了 它也就是 在进行的地方 它是脑子 它还可以 它有出来的 它的脑子 它是脑子 它也不平 它是脑子 一次 insect 它无法 它是脑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胡山河以作用整整一千坛泡菜 每年这五十万斤泡菜根据成年时间 按不同批次入坛出坛 不仅供酒楼自用 还被客人带到了全国各地 无论鱼香肉丝的配料怎样改变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 经过上百年的流变 鱼香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 鱼香茄子 鱼香豆腐 鱼香土豆 鱼香蹄花 几乎所有的菜品都可以做出鱼香味 如同现代川菜的行程一样 大多数美食爱好者认为 鱼香味的定型与抗战时期 大量人口迁入四川及重庆地区有关 我老家都是江苏人 我附近都是抗战的重庆来的 川菜有今天直面目 抗战是贡献最大 为什么我要这个要讲 因为以前四川都是比较 就是说偏远的地方嘛 交通不太方便 但是抗战陪独牵到重庆了 作为一个首都的建立 打官鬼人 实在纷纷地运集了重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进入了很多餐厅 江泽菜的 扬州菜的 东北菜的 那些冷钱区里的那些点 就进入了重庆了 很多菜品都是我们重庆的厨师 或者我们四川的厨师 或外地的抗战来的厨师 在互相在一起交流学习 如果没在八年抗战的话 我们川菜可能还没在今天那种地位 你比如四川 我们川菜的时候 这都是江泽菜传过来的 这我们川菜来了 就把它改了 狮子头原本是华阳菜系中的 一道传统名菜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狮子头是无品的脑袋 我就在万幸地读书 最不习惯的就是吃那个吃菜 每一样菜里面都有花椒 而且它那个花椒是一颗一颗的 吃到里面嘴巴里面的话 就是整个一口菜全部就想吐掉 最不习惯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吃菜 这本药人的语言 就像是一颗的 这么大又来说 看我多伤心潮 就像是一颗的 这一口菜一样的 就像是一样了 我一样了 做那一口菜 去到这一口菜 过来吧 现在吴萍又将制作狮子头的记忆传给了女儿 社会的融合也是味道的融合 已在重庆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吴家人 他们做的饭菜逐渐融会了川菜的味道 一道菜被打上了迁徙路线及人生命运的印记 成了家乡的记忆成了联系亲情的纽带 这里是八宫山 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茂密的森林清新湿润的空气 正是修身养性的好场所 两千一百多年前也有一群人在这里修炼 不过他们修炼的是长生布鲁之书 八宫山上的这一组雕像 讲述的是汉高祖刘邦之孙 淮南王刘安等八人一起炼丹论道的情景 他们在用玄水黄豆和石膏 炼制长生布鲁之药时 却在偶然之中发明了豆腐 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 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 刘安并没有得到用生 他去世后葬在八宫山 而他发明的豆腐却世代流传 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 豆腐是一种奇妙的食物 它几乎适应所有的烹饪方式 清代著名文学家美食家袁梅 在《随缘石灯》中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豆腐得味远胜燕窝 袁梅这一看似武断的说法 其实和豆腐的本性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自身无味的烹饪原料 豆腐却有着其他食材很难具有的入味朴实性 中国美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面对不同的食材 采用不同的烹饪方法 有味者使之初 无味者使之入 豆腐在入味时不仅适应性非常强 入味方法也极为丰富 而且入味后的口感特别突出 川菜讲究调味 与豆腐的这一特性一排其合 在中国各地都有著名的豆腐菜品 但直到今天 仍然没有一道菜的名气和影响力 能与成都的麻婆豆腐相提并论 麻婆豆腐的起源 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 清朝同志年间 大约在一八六二年前后 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 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 开业了 经营者是陈春复和他的妻子 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 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 它促称就是以前挑油里的这种脚夫 挑了油之后 他们回去的时候 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就倒不干净 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材质油 拿来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 新鲜的牛肉再洗 把这个牛肉来酥 然后再来煮豆腐 陈春复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有辣 鲜香滚烫 非常下饭 让鸡肠碌碌的挑夫们过足了口影 也被其他食客光为传颂 一种说法是 因陈春复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 被人称作陈麻婆 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 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 一直受到百姓 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 其中的奥妙 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 所能知晓 细微之处的功夫 也非三五年能够练久 首先是豆腐的选择 豆腐的制作在中国 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 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 南豆腐俗称嫩豆腐 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 北豆腐俗称老豆腐 适用盐卤点制的豆腐 一般情况下 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南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 它有小孔在里面 在喷制的过程中 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 对烹饪记忆的表达 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 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 豆就是其中之一 资点上以前差不多的 为什么叫豆呢 我想呢有两个汉里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烧这个豆腐火大 如果你不守在面前 不煎豆豆 那么豆的豆腐就不好吃 就是要煎豆 并且在嘟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是勾芡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 显微人知的是 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 而且要讲究手法 第一次勾芡 把第一次吐收水 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 就把这个水一样收干 好 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 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 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一样收干 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 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 下三次芡 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整个钩的这个芡粉 完全薄薄地包裹在 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它一个作用的是 豆腐痕距非常的稀冷 有光解度嘛 而一个防止钱的作用 它还能够包裹它的冷度 第三个 保温 如果钱抓到下到 你端上去的时候 手里头都看那个豆腐在闪 很有刺 看起来想刺 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间上恋恋不忘的却是薛祥顺师傅烧制的麻婆豆腐 上世纪四十年代 李树仁在万福桥旁的成都市立中学读高中 他和几个同学在陈麻婆饭铺吃了整整三年 那时陈麻婆已经去世 主厨的是陈麻婆的亲传弟子薛祥顺师傅 在读高中的三年里 吃饭时间 我和几个同学每天都是先点好菜 就守在灶台锅边看薛祥顺师傅做菜 他身上是一席满布长衫 常年累月都穿一双草鞋 面容轻取 身材瘦长 话不多 记忆鲜熟 之后的几十年里 陈麻婆饭铺的命运几经起伏 但无论环境怎样改变 直到七十年代去世前 薛祥顺师傅都一直坚守在造钱 他在烹豆腐之余 还不断改进麻婆豆腐的烹调技法 将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人 善食者美善烹者人 一个真正的大厨 就是厨房里那个默默无闻的人 他总是隐身于幕后 且心怀仁德 薛祥顺师傅 就是这样一个人 将清油倒入锅内煎熟 不是熟透 然后下牛肉 待到干烂酥食 下豆豉和辣椒面 然后下豆腐 倒入油煎肉滚热气腾腾的锅内 微微用铲子铲几下 掺少许汤水 在蓝蓝烈火下督熟后 看火候定局 或再督一下 或铲几下就起锅 一份四远驰名的麻婆豆腐 就端上桌子了 进入1950年代 薛祥顺开始在麻婆豆腐中加入皮线豆瓣 1973年薛祥顺去世后 经过几代厨师不断改良 麻婆豆腐逐渐定性为现在这个模样 尽管如此 各家烹制的麻婆豆腐依然有各自的特色 乐山的西坝古镇 是一个清净悠闲的所在 俗话说西坝豆腐假天下 乐山作为著名的川菜美食重镇 西坝豆腐的名头无出其二 而三八饭店又是西坝镇上的小脚者 早年三八饭店属于镇上供销社的食堂 供销社解体后 由刘氏家人接受经营 现在已经传到了第三代 我们三八饭店都是女士 厨师老八服务员都是女士 而且这个茶筒一直也许到现在 与多数餐馆选用老豆腐做麻婆豆腐不同 三八饭店是由嫩豆腐及石膏豆腐做原料 这是因为三八饭店的麻婆豆腐中 加入了一种特别制作的扫子 滑嫩的豆腐和酥脆的肉扫结合 相得一张 将这样做成的麻婆豆腐拌入米饭 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吃法 肉扫用牛肉扫子 这是我们自己分明的酥扫 跟外面的麻婆豆腐做法都不同 外面上都是有扫子 葱和花椒 把它喝一下再吃 然后口感就很好 麻婆豆腐是很好 是好吃 你读好了有糖 有鲜 你喝的饭的时候 你跟奶一交转 是好吃 可以这个菜 扫子是麻婆豆腐 有没有油 用并不过 也没有油 油 太牛 消毒 夸熊地 stunned 他也能把这个锤子按摩 들어�ird的影响 叫做麻辣锤統 唐玄 饿 捆 七个字 唯一对锤子不够理解 里面的这个牛肉勺子 穿着一个后人说话叫做懒 不能用炒 不能用包 不能用变 就是在油锅里面 麻麻的一种好点 手指手感变速 在日本 麻婆豆腐是最知名的中国菜 它的出名和一个四川人有关 1952年11月10日 一艘轮船从香港起航 目标是日本横滨 其中一个乘客在他的行李中 放了菜刀 中式炒锅 菜板 甚至还有两桌人使用的餐具 这个人就是四川富顺人陈建民 1958年 陈建民在东京 开设了日本第一家四川饭店 麻婆豆腐始终是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加上陈建民在电视节目中不断的推荐介绍 麻婆豆腐逐渐成为日本的中国料理第一菜 1987年 陈建民获得了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发的现代名将称号 这是为激励表彰各行各业具有卓越技术第一人而设置的奖项 2008年 陈建民的儿子陈建一 也获得了同一个奖项 现在遍布日本各地的四川料理店 必定有麻婆豆腐 厨师不一定是四川人 但他们都能烧一手正宗的麻婆豆腐 在麻辩大江南北 海内海外之后 麻婆豆腐俨然具备了川剧传统绝活 变脸的功夫 各种冠以麻婆豆腐的新菜品出现在饭店的菜铺上 变化出无以计数的新面孔 让人惊讶于大厨们层出不穷的创造力 在重庆市中心一座写字楼里 麻婆豆腐与披萨看似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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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从豆子成为豆腐 这一两千多年前 刘安和门克的妙手偶得 已经变化出无限的可能性 在有豆腐圣经之称的 全球畅销书《豆腐之书》里 作者在解读中国古老的典籍《易经》时 把其中的太极图看作是 磨至豆浆的石墨 豆子被石墨围绕着磨出豆汁 是一切营养的源泉 用水量的源泉 从豆腐圣经之界 尽管一切营养的源泉 除了这个共产业的源泉 从豆腐丸的底组 尽管一切营养的源泉 但是上到豆腐中 也有得到 很好的 油脐闹 就却是 jealousy 却是怎么回事 有从豆腐 的 野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很简单 虽然好吃 但是不好做 原材料不易买 也不易置 夫妻肺片的主要原材料是牛头皮 牛肚 牛舌 牛腥和牛肉 除了牛肉比较容易获得 其他的原材料和卤料 配料大都需要提前准备 夫妻肺片看来简单 实际上不简单 现在成为市场 包括超市 又切好了的各种片子 酱油 花椒 水 海椒都有 你就拌不出来夫妻肺片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夫妻肺片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调料 叫白露 你最后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汤汤就原来猪肺片原料的白露水加进去 它香味也出来了 汤是啥一个地位 如果没有汤肺肺片它摆出来的口味它不是滋润 不厚重 它吃多的时候发青 它不厚重 必须要有原汤 没有原汤肺片 有没有原汤汤就原来没有原汤的币 中文字幕——YK 在武广田四川市形成的回民居居区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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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铺起这种就不不牛肉 时光过去了一百余年 盆盆肉这种从废物利用 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类美食 在今天并未消失 而且还在不断地被创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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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上以後 以後他就不曉得 連口子可能背筆上背那麼個調教 最後就背一個文人 就給他洗到一塊排排 就夫妻肥片說那個肥子不好 有心肥的肥 那個心肥的肥實際上 夫妻肥片裡面沒有心肥 日本人南口就有那個肥杜 我就跟我們交易網 兩口子遊了一個主廚了 就開始開了一個點子 就說夫妻肥片點 五六年公司火運 當時不是公司火運 国体经济那些全部拿入到成都市饮食公司 成都市饮食公司就把那些整个名销区拿进去了 拿进去之后他们两口子就都在饮食公司工作 一直到饮食公司退休 1956年郭桥华夫妇的夫妻废片店 与成都市饮食公司实行公司合影 并于1958年完成了国有化改造 郭桥华夫妇从小商贩转变成为国营夫妻废片店员工 负责废片制作 成都市饮食公司旗下的成都夫妻废片总店 承系了夫妻废片发明以来的制作传统 并加以改进和规范 饭店的行政总厨王清瑞 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夫妻废片的传承人 我是飞鸡的第三代传承 这个的 我是跟到第二代传承 他的师父就是贵草花火 张天成夫妇 一大一代传承下来的 我是 其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小芹菜 花生米以及各种作料 并以原汤原汁浇淋 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增香的化学质迹 全凭各种香料相互之间的激发碰撞 并在红油花椒面的调和下达成至真至纯的花景 以夫妻之名因爱而生成全了这道菜的绝世美名 张田正在55岁那一年退休 随后就被返聘回去担任技术指导一职 一直做到1991年71岁时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和声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一九九四年郭朝华去世 二零零二年张田正去世 夫妻废片直夫妻俩就这样 做完了他们有心没肺的美味人生 留给后世一道绝美的传世佳妖 成都媒体称张田正为最后一个离世的老品牌发明人 它的趣事标志着民间美食传奇时代的结束 食物因爱而生 它是如此生动地体现在夫妻废片这道菜的命运中 让人心生满意 正如一篇专写夫妻废片的文章中写道 废片肥废 胃中有味 麻辣鲜香味肠 夫妻好和 滋味调和 天长地久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权才 他在文学书法 绘画等方面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大家 在政治生涯中虽然三起三落 却曾经观止兵部尚书 礼部尚书 位高权重 同时他也是佛教禅道的追求者 而并不管为人知的事 他还是一个集理论和实践一体的大美食家 也是唯一一个以个人名义拥有菜系的人 他就是苏东坡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 在我们就是说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来看 很多的文文名人都会做盆条的 都会吃的 很多都是美食大家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 有一个用名家的名号来贯用美食的这种现象 恰恰就是我们收尸的名号 被灌上了什么东坡肉 东坡乳 东坡羹 东坡汤 都是带有东坡的 成为一系列的菜肴 这是了不起 以东坡命名 或与东坡传说有关的菜肴和小吃 有一百多种形成了东坡菜系 自古至今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菜系 再无第二个 苏东坡美食人生的起点 是他的老家四川梅山 梅山三苏祠是纪念苏东坡和他的父亲苏巡 弟弟苏哲的祠庙 一家三文豪 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沾了三苏的文器 这里的餐馆饭店也充满了文化的氛围 来此参观的游客 有不少会在这流水潺潺 浓阴扎地的环境中品尝东坡菜 以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 而东坡菜中最著名的一道菜 无疑是东坡肘子 无论是普及程度 还是菜品自身的风味 乃至东产地标识 都让梅山成了东坡肘子 当之无愧的大本营 一道成功的东坡肘子 肉要瘦而不柴 肥而不腻 既有入口即化之干 又不失醇厚之味 吃的时候 一看汁 二长皮 三吃肉 讲究的是皮肉病重 传说中 这道以苏东坡名号命名的 东坡肘子 发明人其实是他的妻子 王福 东坡肘子最初的名字 是由苏东坡命名的 王福江之州 王福的家 在距眉山不远的青神县 在青神县瑞丰镇的中眼村 有一座中眼寺 苏东坡曾求学于此 传说换鱼瞻字 有苏东坡所提 留下了他与王福 幻于联姻的家话 那个王福呢 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 作为苏氏的妻子 感到非常骄傲 同时也非常有责任心 因为他父亲讲了 苏氏将来是国家的动量之产 那么苏氏的生活起居 也就由王福完全负责 有一天 王福在炖猪肘时 不小心将水煮干 猪肘在锅底的部分 有一些焦糊 为了去除焦糊味 王福就在猪肘上 盖一卤汁 撒上大量姜汁和蒜泥 醋等作料 这个苏氏也不知道这个过程 非常非常有兴致的 就开始吃这道菜 第一筷子下去 嗯 酱香 再一次肉皮 再一次肉感非常好的五花肥肉 再下去是筋瘦肉 唇刺分明 口感非常好 苏东坡时候 觉得鲜美异常 风味独特 便将之命名为 王福江之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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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人生的政治思想上是走向低谷 这个事件历史上称为五台诗案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 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 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 刚到黄州 他就写下了 长江绕锅织于美 好竹连山 绝笋香 这种美景与美食并存的诗句 对苏东坡而言 虽然在黄州 只是一个小小的团链富士 辱不复出 只能在黄州城外 开荒种地 养家湖口 但一个发现 让苏东坡大喜过望 黄州的猪肉 非常便宜 但是那些富人不想吃 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的 脂肪多了 怎么样 穷人又不会弄 他就写了一首 邓柔锅 清洗锅 我扫着水 柴头奄奄厌厌不起 待他自首莫管他 火候自首 轴自美 黄者好猪肉 架欠如泥头 富者不乱吃 贫者不截主 待他自首早晨起来 把一碗 抱得自家 尊慕我 这首炖肉歌中的 慢着火 少着水 火候足使 他自美 成了民间烧肉的 十三字诀 一直流传 黄州 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岗市 这里大大小小的餐馆 都会做东坡肉 由于黄岗特有的人文 和地理环境 黄岗的东坡肉 别拒一隔 第一 现在黑毛的头猪 现在猪肉的部位 主要是猪的那个 猪斗篮 那块猪的带皮的五花肉 只要中间那一块 一头两百斤的猪 大概就是 只能限制二十五斤左右 大概就做的十分的样子吧 得了苏东坡这一块金字招牌 黄岗人在烧制东坡肉时 可谓费尽心思 他们在苏东坡烧肉 十三字诀的基础上 每一道工序都进行了优化 厨师杨祥在烧制东坡肉时 选用了由三种复合酱油晒制的酱料 利用本地的物产加入冰糖 黄酒 红枣和小花菇 在沙堡里长时间的烧制以后 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酱红色 最后把握好火后收汁 差不多那个汁啊 可以摇起来的时候 有一定的粘稠度 有一定的流动性 轻轻的可以拉去撕来 OK 到位了 这样制成的一份东坡肉 色泽天然红亮 肥而不腻 酱香回甜 又兼顾了现代人要求的 荤素搭配和营养均衡 黄州多竹 苏东坡还写下了 不少与竹有关的著名诗文 比如这篇 既成天四叶游 亭下如积水空明 水中早信交横 改竹百营业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百 但少闲人 如无两人耳 竹和竹笋 都是苏东坡所钟爱 它根据竹笋的特性 弃红烧 而用竹笋和猪肉 一起轻竹 它在一首《大游诗》中说道 无竹令人俗 无肉使人瘦 不俗又不瘦 竹笋闷猪肉 苏东坡在黄州的美食探索 还涉及酿酒和点心制作 竹笋是中国烹饪大师 籍贯重庆 自小得川菜大师的真传 十几年前 竹笋到黄岗生活 工作 爱上了东坡菜 近些年来 竹笋一直致力于 东坡菜的复原和开发 熟计 如果 står上这个 还寻了 梅贯重庆 竹笋 取完 感谢观看 但是他的文学唱作达到了巅峰 他今天为我们留下了千古节唱二副一词 评价相当高的 他在人生里面在黄州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质变 离开黄州后 苏东坡在江西各地流连了数月 并到庐山游览 再次留下了一个与美食有关的传说 东坡肘子和东坡肉在各地有不同的版本 其中传说苏东坡在江西永修因永世而得的东坡肘子 则代表了东坡族子在民间的传承 碰到一个农夫中暑 中暑以后就救治了他 救治了他以后农夫为了感谢他 用草来提着肉来感谢东坡先生 他当时就问东坡先生怎么做呢 我要怎么做给你吃呢 当时他也说 哎呀这里的风景特别好 特别好来赢了一首诗 在庐山西海风景区境内 一座被森林湖泊所环绕的黄色山庄 以泥土的本来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 山庄的墙体结构全部由原色泥土构成 内部则复以原木支撑 当地人称为土八屋 当地人称为肉煮肉 而且只能用柴火烹煮 这是土八屋东坡肘子的特点 我们这是最少要七八个放在一起 因为肉煮肉它才有那种味道 原汁原味 你才吃得到我们这个土猪的味道 一直是这样做 过去什么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过去不都这样吗 苏东坡获得平凡后 回到官场 几斤调任 他被派到复述的杭州 出任杭州的地方长官 杭州的城市地位和地理条件 在为苏东坡提供治理城市 用武之地的同时 也为它的美食爱好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 因为杭州原材料的 一个其他地方来比 应该相当丰富了 因为它东面是东海 在我们杭州的北面 是杭家务平原 就是吴州加兴产阳的地方 在西面是山区 丘陵地段 全都山里的山货 再一个在富阳 我们有豆腐皮 千豆腐 就是淡水鱼 这种都是杭州富阳 丰富的食材 所以为杭州菜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以慧秦禅师解下茶园 今天遍布各地茶馆中的对联 欲把西湖李希子 从来家民四家人 就是他在杭州时写下的句子 当时的杭州 每到雨季 西湖就会泛滥成灾 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苏东坡给朝廷 上了一道表彰 简述他书郡西湖的计划和理由 此项计划得到批准 苏东坡开始 和数千工人和船夫 一起行动起来 历时四个月 工程完毕 按照苏东坡的设计 挖出来的淤泥 筑成了一道长堤 人们以他的姓 命名为苏堤 有名的西湖石井中的 苏堤春晓 三盘映月 都是在苏东坡的年代 建成或行成 苏堤的修筑 不但让西湖 从此波平如镜 秀美绝伦 还让西湖地区 成为了物产风貌的 鱼米之乡 西湖地改造完成以后 苏东坡烹制猪肉 与民共享 这种烹饪方法 源于梅州老家 此后又在黄州 加以改进 这一次 他再次因地制宜 进行完善 并最终在这次 燕影中 大获成功 自此以后 东坡二字 就成为了金字招牌 他所创菜品 均会被人在餐民前 冠以东坡作为标识 自苏东坡改造西湖 并以东坡肉 与民共享之后 这道红烧肉 就成了杭州城 千年已降的 镇西民菜 杭州城里城外 明天小馆 几乎都能烧出一份 色香味美的东坡肉 关键为什么杭州最好呢 第一个是悬料 因为悬料呢 杭州选用的是 精华两头污 相对来 肉枝 细腻 皮薄 脂肪厚度 射中 第二个呢 我们调料呢 是用 就是黄酒 我们用烧性黄酒 来烧红烧肉 所以它的香味 就完全不一样的 酱油 又是我们当地产的酱油 所以呢 它的色香味 在刀工一大小一样 就色香味 卫星 全齐了 不然能吃肉 不能吃肉的人 东坡肉 都能吃下去 因为它的喷掉方法 但是 贵心接体是苏东坡 苏东坡 一生坎坷 既有过大富大贵的生活 也有过穷愁潦倒的时候 却总是保持着 富贵不淫 贫贱不倚 微武不屈的生活态度 乐天之命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它都始终善待一单一食 它的一生 除了奉献出光艳万丈的诗文 还有煮肉烹鱼 烧汤做 斯婉春教授 曾任美国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艺术学院 厨艺餐饮管理系主任 是美国之厨艺大师 从事餐饮管理和教学工作 已有数十年 对每一届学生 他都会做一个调查 我一上课 我说喜欢吃公保鸡丁的举手 三分之二 每一班呢 多少年来啊 都如此 所以公保鸡丁已经 变成美国国际饮食的一部分 在日本东京 这家名叫贵阳楼的餐馆 公保鸡丁是主打菜之一 红椒 洋葱 花生米 鸡丁 在日本东京的料理下 偏动于这个色彩 色彩搭配 出版本就是比较鲜艳好看 所以这边采用青红椒配料 外面会比较鲜艳好看 有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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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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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是中国烹饪大师 钱菜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他认为辣子鸡和公保鸡丁有一定的渊源 且都具有钱菜的典型特点 杨茜茜茜茜 应该是叫团圆菜 为什么呢 每家每妇 家家夫妇都有都会做 前菜的特点是以香辣为主 酸辣为主 辣不猛油而不利 公保鸡啊 就是我们辣子鸡演变过来的 朱辉打入行的时候 跟着师父学习的是川菜烹饪技艺 公保鸡丁是必然要学的一道菜 公保鸡丁 贵州本地人更习惯叫做公保鸡 两者的做法有一定的区别 五九年我们学徒的时候 从顾客进店开单 公保鸡按道理的是我们四两一盘 那是全菜的 它没有其他配料 它要著名是川菜 川菜的公保鸡只有三两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两花生米加在里面 但是口味呢都是一样 小荔枝味 就是酸甜 咸 鲜 你川菜的那个公保鸡呢 用的是桐桐辣椒 它不用瓷巴辣椒 与川菜公保鸡丁不同 前菜公保鸡用的是瓷巴辣椒 瓷巴辣椒是贵州独具一格的调味品 选用辣而不猛 香味浓郁的滑稀辣椒 淘洗干净 清水浸泡 加入适量的紫浆 蒜拌 以道充容 这一过程在形式上 很像瓷巴的加工 因而得名 瓷巴辣椒 冲冲了以后呢 就要用菜油 一定要用菜籽油 其他油炙了就不香 炙好了以后 它就有辣椒的香味 它的本味就出来了 我们的前菜呢 就刚才我讲了 一个是瓷巴辣椒 一个是糟辣椒 还有一个是福辣椒 我们前菜的这个三大辣椒 做前菜呀 离不开 它是我们前菜的基础 在四十年的厨师生涯中 拥有中国烹饪大使称号的王强 制作了超过两百款的新牌前菜 挖掘整理出一百多款 鲜为人质的贵州民间菜 但它竞营最深 也最具功力的 却是其首创的公保全宴 在王强手下 扇鱼 腰花 豆腐 糖等 都可做成公保菜 其中的代表 当然是公保鸡 王强烹制公保鸡 其过程 犹如一场遭遇战 短促而激烈 只见它先用油 将锅预热 在猛火高温中 加入鸡丁 把油沥掉 然后炒至瓷巴辣椒 再下鸡丁 只见火焰 上下翻飞 而王强得于心 硬于手 从容不破 一道前菜板公保鸡丁 就完成了 川前两地不同饮食习俗的碰撞 使这道菜 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而丁宝珍去山东做官 又使这道菜打上了山东物产的烙印 山东菜成为鲁菜 是起源于山东的奇鲁风味 在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中 占有一席之地 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菜系 在卤菜的大本营山东济南 公保鸡丁的配料 与川前两地有较大的区别 当前有的时候偶然 我到北京出差 点上这么一个菜 有一次我就说 我86年去那八毛三 八毛三是公报肉丁 一块三是公报鸡丁 就是我朋友和朋友一块去 他们知道我这个出神 在那吃的时候 就抓回跟老板烧 我就说 我说他这个菜 你看欠哪一点呢 我说没有胡萝卜丁 他用黄瓜丁 我说正统的用 应该是用胡萝卜丁 我这就是 给他们这么说一声 就是了 他们就把老板叫过来了 说是 这段人家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就给老板说了 然后老板就说 是不要钱 是白吃一顿 这是八十年代办的事 丁建 丁宝珍第五世孙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丁建在台湾的叔叔 带回了十二封 共计一百零二页信诈 是其高祖丁宝珍 写给后人的家信 时间跨度 为同志八年 至光绪十一年 因为我父亲是长子 所以他就等于 交给我父亲 等于 所以我父亲退休以后 就是把这些信 就仔细地 就丁宝珍公学这些家信 就仔细地 都把它给试出来了 就是从那些 没有标点符号标注 什么的 把它给弄出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福� 警方 1863年的银礼三月八日从湖南出来 到了1863年的5月18日就到这个安萨斯衙门 这就说到公保肉丁的事情了 他呢这等于是风尘仆仆的来 他还能带厨子吗 不可能带厨子 原来安萨斯的交接完了 安萨斯的那个厨子呢 按说工作就得到头了 丁宝征问问丁宝征愿吃什么 丁宝征说了半天都是贵州话 他听不懂 山东人他听不懂 但有俩字听得懂 就辣个这个机缘了 他把这个川柜的这个辣麻辣 加上香酥甜在里头 甜味着 然后山东这个卤菜三样凑在一起 三样凑在一起怎么怎么做的呢 就说是他里头的基础的菜呢 就说是辣椒 这个胡萝卜 加上糖 然后肉呢是五花肉丁 把它用山东叫甜酱 这样炒出来以后呢 把这个花生饼炒完了 预先炒完了以后 搓了皮晾凉了 晾凉了搓了皮 以后撒到上头一半 然后就就给弄上去了 丁宝正一吃挺好吃 现在济南经营卤菜的餐馆 大多都有这道公报鸡丁 与川前两地的显著不同之处时 鲁菜版公报鸡丁加入了酱料 属于酸甜小胡辣味型 这是公报鸡丁的山东味道 丁宝正在山东围观十三年 在此他治理黄河 整顿立志 兴办洋务 创办书院 体恤鸣困 深受当地百姓拥戴 与曾国藩等人 同享忠兴明臣的圣语 而在丁宝真主政四川之后 提起公报鸡丁 就没有人不知道它是川菜 而且是川菜中 广受时刻欢迎的 一道大种菜肴 公报鸡丁从山东进入四川 无疑又打上了四川风味的特征 川菜讲究调味 以新鲜纯浓病重 善用麻辣组成 我们川菜 调味的方法有十八种 上云微型 二十四个 我们还有三十几个烹调方法 因为我说呢 无味中间求平衡 麻辣之中求橙池 那我们讲这个做菜的最高境界是怎样的 就是要无味和谐 厨师最高的境界是你如何能把这五种味道 它能培养 配合的 又鲜又美又好吃 那就做到了 那更重要一点 现在我们在现在的厨艺学里面要讲的 这你必须要把食物的原味为根本 食物的原味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食物的原味 再加上你其他这种无味的配合 而主角是食物的原味 五种味道是配角 这样子才能把这个highlight 五味中间求平衡 麻辣之中求层次 正是公保鸡丁这道菜所体现出的奥妙 我们要选择这个公保鸡丁 在选择公保鸡丁 我们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了解 春菜里面第一个春菜的复合味型 什么叫做福拿利之味 这个味是什么不好调的 那为什么 我们只用五个最基本的味型 就是说咸 酸 甜 我们只用五个基本味里面 就是用这三种 我们就可以把它调成什么 调整你像你在水果市场吃的这个宣荔枝的这个荔枝的那个感觉 这个是穿在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但是同样是这三个味如果再稍微有一点变化 比例有一点变化 它又会变成什么 变成糖醋味 所以这个又会发生一个变化 所以说我们就要让所有人感受川菜的魅力所在 公保鸡丁 麻辣酸甜适度 在口味上有比较宽广的朴实性 因而受到各地食客的欢迎 每一年川菜博物馆都要接待一批批的外国游客 张辉强馆长发现 真正懂得怎样正确吃公保鸡丁的人并不多 公保鸡丁他们吃了几十年的公保鸡丁 最后我们告诉他 真正的公保鸡丁该怎么吃 最后他们震撼了 他觉得他吃了几十年公保鸡丁白吃了 比如我刚才说了 福那利滋味 前两个字是什么福那味 后面是利滋味 整个公保鸡丁是一个福那味和利滋味的一个结合 变成了这种复活味 那么你要真正感受到公保鸡丁的这个福那利滋味 要怎么吃 就是要用一个小勺 捏一粒花椒 一粒干辣椒 一粒葱 一粒花生米 一片姜 一片蒜 一粒鸡丁 然后放在嘴里面 你使劲儿搅 你在这个搅的过程 第一个感受的就是我们干辣椒和花椒的这个腐腊味 然后慢慢的这个利滋味才通过你的喉咙润 你的这个回味 回到这个位置 这个味道才会真正的非常的串 它这个串就是说你的中和和柔和的非常非常的到位 所以这样吃公保鸡丁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在资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如果要凭全世界喜爱的一道中国菜 它一定是公保鸡丁 为什么公保鸡丁在美国这么流行呢 加州 德州 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 这就是靠墨西哥边界 墨西哥人 很多东西很像四川 他们有很多种很多种不同的辣椒 那因此呢 第一个条件 辣 公保鸡丁辣 有共同父母在那里 那另外别的香料 也有很多类似这种像 滑椒的 因此呢 你这个麻和辣放到里面炒的公保鸡丁 它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所以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些菜 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菜 那么 只不过 当他们要在美国的公保鸡丁 你必须要麻降低很多 你可以变 时代不同 你可以变 可以加别的东西进去 但是它的精神 它的骨髓不会变 这是世界的潮流 在中国 公保鸡丁也在不断演变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公保家族 无论是贵州 山东 还是四川 都有众多各具特色的公保菜 甚至出现了以公保命名的餐馆 其公保菜品多达数十种 它究竟属于哪一个菜系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本来真的是没得意思的 但是因为这个菜已经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做的菜的目的是提炼它 但是我们不认为它是水底的菜 而最主要的菜本身是为了提炼 真表征的这个人 所设定的这个菜 我自己的小巴 个人的认为呢 这公保鸡呢 反正都是我们中国的美食 哪个地方都一样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这个遗产 文化遗产 哪个地方都可以用 我叫正宗啊 真正正宗的不如现在的好吃 不如他们做的好吃 用它的明明明的这个菜 叫做过 然后就是由大家去创新嘛 创新的好 用它的能 那么它就应该 放在人家餐桌上 对不对 这不挺好吗 正宗不正宗 哪有什么正宗不正宗 一个菜系 它都演练过的 对不对 其实若要追根溯源 中国菜中的不少 具有代表性的菜品 都是来自于各地人民的 共同创造 就如今天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 大多数美食 都是人类在迁徙的过程中 容量惯为 将各个地方的饮食习惯 相互交汇 在不断碰撞产生的火花中 最终落地生根 而逐渐定型的 任何一种菜系 都是融入了不同地方的 不同气候 地理 水土 房物与原住民的性情 风俗等人文元素 才奠定了他们 各自不同的基本风貌 通过一道菜的演变 我们也看到 一代代的人们 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一点一滴地 积累着我们的文化 改变着我们生活的 真正